一凡来啦 还有交流一下 我有把大家给我的提的问题呢 截屏在手机里 所以我现在就一边看手机 一边回答大家的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呢 是YouTube的朋友提问的 他就说很早关注我 现在也是宝妈 想问我关于汤汤的教育问题 有没有什么安排 比如说准备让汤汤多大去幼儿园 怕不怕汉语家庭环境下的宝宝 在幼儿园的语言问题 以及现在疫情宝宝自己困在家 太可怜了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让宝宝释放精力 首先先回答一下 就是教育问题的安排 我自己呢 是计划今年 没有想让汤汤去幼儿园 因为今年年底 汤汤是两岁嘛 因为我知道就是男孩子的安全感培养 需要比女孩子更长的时间 所以我压根没有打算 让他在两岁之前去幼儿园 关于明年年初去幼儿园的这个问题 我有一些模棱两可 我们有就是去一些daycare排队 就是放在waiting list里面 但是我自己呢是想如果明年 疫情有好转的话 我是想和我妈带她回国 就是在国内生活几个月这样 所以这是我比较理想的安排 但是如果我妈妈没有办法继续再带在加拿大 然后我跟Jackie现在又在上班 如果实在没有办法的话 我明年一月会送她去幼儿园 但这个就是下策 最理想的就是可以回国 如果说送她去幼儿园的话 我希望可以到明年年中 或者后年年初送她去幼儿园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心理上是比较能接受的 因为现在尤其疫情 就是她天天都在家 每天睁眼就会看到她 如果忽然把她送去幼儿园的话 我不是怕她不适应 我是怕我接受不了 然后还就是说 怕不怕汉语家庭环境下的宝宝去了幼儿园 会有语言的问题 其实我不是很担心 因为我觉得 所有就是汉语环境下的宝宝去 就是过来的这些幼儿园都有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这不是一家的 而且我相信就是我们选择的那些好的幼儿园的老师 会有足够的耐心告诉宝宝说 你应该怎么样 就她听不懂的话 我觉得这些老师也会给她打手语 让她明白 而且孩子的就是语言学习的这个速度很快 就是她很聪明 她自己就能明白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觉得可能前期 我更担心的是 她去一个新的环境适应的问题 而不是这个语言的 然后就是关于宝宝疫情之下 困在家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应该没有一个很好很好的答案 我自己属于就是 我也不想说有先见之谜 就是我自己属于 就正好瞎猫碰上死耗子了 因为在今年年初就刚刚一月份的时候 我在淘宝给唐唐买一个那个 鞦韆滑梯套组 就是木制的那种 因为像一个就是像攀爬架那种 然后就走海运 正好四月初的时候就到了加拿大 那个时候刚刚开始颁布居家令 我们就拿回来赶紧给唐唐拼上以后 她现在就可以自己在家 滑滑梯当鞦韆 然后她不上面还有一些攀爬架吗 就她可以自己爬一爬 还挺开心的 除此之外的话 她在家还有一个特别好经历的事情 就是跟她拔风 Jacky跟唐唐的笑点就是 我自己不能get 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他们俩走路走快了 或者Jacky怎么样走一步藏一步的时候 唐唐就特别开心 然后他们俩就能玩很久 唐唐就在上面尖叫 特别开心的那种 就特别耗她的经历 她就能出很多汗 晚上洗了澡了以后 睡的就特别香 下一个问题就是问我 平时压力大 我是怎么样调节情绪和压力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 就是这个时机问的特别对 因为我两个星期之前 就是压力特别大 然后情绪就快崩溃了那种 就是因为我前一个星期 工作特别忙 就是每天晚上还要工作 有的时候工作到12点多那种 就是连着那种 而且也没有什么结果 所以就弄得自己 情绪压力特别大 正好到第二个星期呢 那个时候好像我的城池 盈磊那部电视剧 刚刚完结没几天 我就想看白晶婷嘛 所以我就花一个星期 把那部电视剧追完了 就是白天带娃工作 然后晚上的时候 等她能睡了 我就完全不工作 就抱着电脑 坐在沙发上面 刷剧 那种感觉真的是特别特别开心 可是我也有 就是反省我的 这个行为吧 因为我在 就是刷这个电视剧之前 我也不是说 完全没有娱乐活动 我的娱乐活动 都是属于那种 慢乐的 就是感官刺激 没有那么强烈的 比如说写写字 画画画那样的 我在之前可能视频里面 有跟大家分享过 我在年初 报了一个书法的线上班 所以一直在写字 然后画画也是 我也报了一个水彩班 之前有在画画 但是因为现在时间 实在是挪不开了 我就把画画撇下了 现在就主要是在写字这样 之前都是比较 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让自己开心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的 怎么说骨子里 不是一个喜欢慢乐 这种生活方式的人 或者说我的可能心态 还不是很好吧 我就是只要一下 这种压力直变的特别大 这种慢乐的这种消遣方式 已经不能抚平我 或者说不能来 让我的这个压力值变小 因为我觉得慢乐的这种感官刺激 实在是太弱了 所以我就必须要有这种 看电视剧的这种 而且必须要连续追剧 不是说我看一集就完事了 就是要连续追剧 这种特别强烈的感官刺激 才能让我开心 可是这种强烈的感官刺激之后呢 又是那种特别空虚的感觉 我这个人是不是特别纠结 你们看我这里 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活着很累 就强烈的感官刺激之后 我又会觉得特别空虚 我又觉得 我就是 怎么把这个时间花在了 感觉就是说 它只有当下的享受 可是之后 没有任何的收获的那种感觉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 但是如果是写字的话 就感觉是一种长期的这种 很舒服 安逸的这种生活状态 可是 我就是明知道慢乐会比较好 可是我又选择不了 我要选择快乐 这样的 对 现在这就是我一个比较纠结的状态 那我也没有办法 因为我必须要有一个 很快让自己开心起来的事情 慢乐的话 就让我开心的这个速度会很慢 所以我压力大的话 就必须要快乐 对 我解释清楚了 我觉得我解释清楚了 对 这就是我现在释放压力的一个方式 可能也是我自己就是 怎么说工作和生活协调的不够好吧 因为我就属于如果我很有能量的话 我就想多多的工作 多多工作 多多工作 但有的时候工作的这个负荷会变大 因为有的时候会有一些 医疗之外的事情发生 然后会加大我的工作量 这个时候 这工作量不是在我的医疗之中 我就等于说超负荷了 因为我给自己安排的已经是很满的嘛 但是当有医疗之外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就会一下 就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就一下就不行了 嗯 然后我要是一下不行了的时候 我又不能说 我慢慢干一些一些工作 然后慢慢这样捡钱 我也做不成这样 我就只能快乐 先快乐快乐快乐 吸收吸收吸收 然后 先爽这一时 然后再慢慢回归正归 对 我现在就是这样的 因为我前两个星期 就两个星期之前 我是属于快乐的状态 然后上个星期 我等于说是把自己捡回来了 然后又慢慢的步入这种慢乐的状态 但是我自己就是跳脱出我现在生活状态 然后来看我过去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不连贯 对 你们看到这个时候可能是不是想取关我了 但真的 这个真的是我当下的一个状态 我就会不断的就是做 做完了以后 我又会反思之前做的事情 然后在这里面纠结这样子 对 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就是我这次就是收集问题 询问度最高的一个问题 就主要就是大家问我现在开始上班了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上班是做什么工作的 上班之后的心态有没有什么变化 就是关于上班之类的这个问题 我来跟大家就是统一回复一下 我现在呢是一名保险经纪 就是针对以人是被保对象的这样 比如说人数保险啊 中大疾病保险 伤残保险 旅游保险之类的 就是以人为被保对象的保险 我都做 因为这个工作是需要考牌的 我就是从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开始学习 就面瘫之前我本来是要开始学习的 结果就是面瘫了 就一直拖 反正我学了一年 然后在去年年底11月的时候 我应该是在我生日当天考完的证 考过了之后我就签了一个公司 一月份嘛还是二月份开始正式开始工作的 现在工作了也没几个月 但是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而且我现在也有一些客户 就是还蛮有成就感的 当保险经纪并不是就说一拍脑袋打算当保险经纪这样 是因为我妈在国内她就是保险经纪 她是在我一年刚刚说一年纪 What 她在我一岁的时候就是当保险经纪 她已经入行二十多年了 她就一直有在跟我 就从小就有灌输这方面的理念吧 就觉得未雨丑谋是一个很有保障的事情 因为她就觉得做这行非常有意义 我就从小就被灌输这些想法 就包括那个时候我刚怀孕的时候 我妈就给我跟Jacky在这边买保险嘛 然后那个保险经纪还来跟我们讲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这个好好哦 我当时就觉得我要学这个 我就要做这个 之前我想做这个都是我妈告诉我好 我就是没有切身体会到她的好嘛 但是当就是自己可能站在一个要为人母的这么一个感觉 就是会害怕那些意外啊什么的 但是忽然发现哦 有一个这个东西可以帮你规避意外 可以帮你规避这些你未知的东西 如果有意外发生的话 你也不用担心 因为这个东西会保护你 我就觉得哦 这个说的很有用 所以我就当时就决定要学 然后一年多学完了之后考了牌 现在就在做相关的事情 就是还蛮有成就感的 真的蛮有成就感的 因为我觉得我做这个事情不光是说 我可以挣钱可以养家户口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说 这个东西是别人需要的 对所以我就做的很开心 但是现在就是大环境来说 有很多人还是对保险有 怎么说有那种 不对的想法有偏见 对保险还是有偏见 觉得他是骗人的 觉得我们都不靠谱 卖保险证都不靠谱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偏见 如果你不了解的话 一定要从一个很专业的人的角度 就是你去听一些这些专业的人 是给你解释什么的 你就会发现哦原来他是这样的 而不是说听了一个 就是大街上的一个人说 哦哦这个是骗人的 然后你就觉得是骗人的 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而且我真的觉得是每个人都需要他 因为我们买车 不管你是买车还是历史车 车行都会说啊你要有这个车的保险 然后房屋你也要有房屋保险 然后你租客 你租在别人家 房东也会要求你买租客保险 这些都是说必须要买的东西 你才会买 但当它变成一个选项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哦那我就不用买了吗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嗯如果你觉得你不需要买的话 你也至少要先了解它 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对 对我干这个干得很开心 然后我希望可以长期干下去 对 嗯而且我妈妈现在也在这边嘛 她对我在这方面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嗯就是因为 可能就是因为她在这边时间太久了嘛 她就可能有一些 嗯就当时在国内职场上 有一些那种骄傲啊 收获什么的在这边感觉不到 但是当我就是变成了她的同行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交流什么的 我能感觉到我妈会发现 她自己有更多的用处所在 她又很开心 然后她又会每天学习 就是加拿大的保险啊什么的 就反正共同进步 她又会告诉我一些 就是跟真的你只有能从前辈身上 才能收获到的知识吧 但是这些不是说每一个前辈 她都会这样细心告诉你的 因为她是我妈所以她就会告诉我很多 我就觉得嗯我做这一行还是有嗯很很大的帮助吧 就从我妈身上对 然后心态方面我刚才有分享一些 就是说我很开心我做的很满足 嗯我也不是说我做这一行我要挣多少多少钱 而是我觉得我可以在嗯实现自己价值的同事吧 嗯可以有一些收入 而且我们家其实也不是说嗯我不挣钱 或者说Jacky不挣钱 我们就要饿肚子了 所以我觉得我不会说因为我必须要让这个人买我的保险 而做一些就是其他比较出格的事情 因为嗯加拿大的保险监管虽然很严 可是人很多其实监管下来嗯我自己感觉不是嗯那么的精准 所以一不留神也许就走歪了或者什么的 就发生一些你在客你和客户之间只有你们俩知道事情别人不知道 但是也许会很好的帮你促成这单 嗯或者说你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就是让客户能很好的很快的来买你的单子什么的 我觉得我不会这样的我会有自己很好的一个底线 然后嗯因为我觉得就对得起自己最重要 而且家里不是说缺我这份钱 如果我不挣钱家里就借我开锅了 嗯对因为我第一次工作 也不是说第一次工作就第一次一个全职工作嗯我还对他有很多期待 嗯然后还想再多说一点对不起 你们是不是觉得反正跟你们也没什么关系 你们听的这个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relate 反正我觉得我的这行吧嗯也不是一个就是一劳永逸的这么一个工作 因为我们每个星期都要学习 嗯每个公司有不同的每个保险公司有不同的培训 然后我们公司内部也会有不同的培训 嗯就觉得就是一样东西它可以分展出来不同的用法 但这只是一样 然后还有其他其他不一样的 所以一直都在学习一直都在吸收 就觉得嗯自己特别厉害 对对都是这样啊然后还有想解释一下 我之前不是说我是自雇吗 我不知道我说的我是自雇那一条有没有录在就是要放给大家的这个正片里面 但是我这个嗯保险经纪呢我是属于自雇 我是insurance broker 我是每一家保险公司的产品我都会做 比如说什么sun life manual life equitable life canada life 这些保险公司的产品我都做 我是一个自雇的嗯保险经纪 但是我们保险经纪需要签一个公司 嗯让他来就是通过这个公司来跟保险公司交流吧 应该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即使有签公司 但是我还是自己的老板 对比较自由 嗯这个自由的时间就是有好有坏吧 嗯好处呢就是真的有堂堂 然后我这个时间自由 如果嗯堂堂线下需要我的话 我就能线下冲去陪堂堂 但是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一点就是 我基本上晚上都在工作 尤其是嗯 九到十一点 很多时候都在工作 因为我的客户他平时也是有工作的嘛 所以到晚上他需要嗯 交流一些产品的时候 他也只有晚上有时间 所以我也只能就是晚上来跟他说这个 嗯在刚开始的时候呢 我真的就是嗯 搭配的特别不好 调整特别不好 我当时呢就是说 只要客人来找我 我就一定要应客人的时间 所以我整个人的作息呢 就比较乱 嗯 早上晚上这个先不说 就是在休息日的时候 我也等于说会工作两天 但我这段这种事情 持续了一段时间以后 我就自省我发现这样是不对的 嗯因为我们家就等于说 我是自由工作的时间 但是Jacky呢他只有这两天可以陪唐唐 如果我在周六周日还工作的话 我们就缺少了一个三个人这样活动的时间 我觉得对唐唐来说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现在的一个工作时间呢 就是尽量嗯 周六日完全不安排工作 嗯 我宁愿就是周一到周五晚上多做一些 就是把时间都安排在周一到周四晚上吧 尽量都是这样 嗯周六周日是绝对不工作的 嗯对我 这也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一小点点经验 对 然后关于我工作方面 我觉得我都交代清楚了 我们就下一个问题 嗯下一个问题呢 就是问我可不可以 嗯出个视频合集 还有就是洗发护发产品啊 发油发膜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瘦身有没有什么心得 防晒的话 防晒产品有什么推荐吗 嗯关于视频合集 我知道视频合集这个视频主题 已经在B站 还有YouTube上面 其实已经 大家已经做了有几年了 有很多人的视频合集 我也都看过 我之所以一直没有出视频合集 因为我不是一个经常买视频的人 而且我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带视频的 这个还有一个故事 下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嗯 而且我的视频也不是很多 也没有很潮 所以我就怕大家会不喜欢看 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做 如果我的视频不潮 不fashion 你们还会想看吗 如果你们想看的话 我会跟大家分享的 然后就是洗护这方面的 我的洗发水还有发膜 我是很久都不换的 我洗发水一直都用的是铝 红瓶的铝 然后发膜用的是 也是红盖子的那个发膜 我叫什么我想到了把发膜的字打在这里 我之前空瓶机有跟大家分享过 我把发膜的名字打在这里 嗯 然后 对我常年都不换这些 因为我每次斯芙兰打折的时候 我都想说买不一样的洗护来看一看 可是我每次打开那个common section 就是看这些买过的顾客 对这个洗护用品的使用感的时候 我都会有看到几条说什么 这个洗发水或者这个护发素 让我的头皮起皮 我之前没有 嗯 头皮屑的 现在我都有了怎么样 我看到这样我就特别害怕 我就觉得 我还是以不变因万变吧 所以我就很久都没有换过我的洗护 嗯 然后 还问的是防晒吧 应该是 哦 下一个就是瘦身 瘦身我的心得是 晚上 过了一定时间以后就空腹 不吃东西 嗯 我们现在是 因为带汤汤 我们吃晚饭比较晚 我们八点才吃晚饭 嗯 所以我们 我就保证九点之后就什么都不吃 只喝水 嗯 但是我第二天早上我吃的会比较晚 我大概十二点可能才开始吃第一顿饭 嗯 我空腹的时间就大概有十二个小时 但我理想来说是十五个小时空腹是比较好的 嗯 这样的话 嗯 就还挺能保持的 嗯 再接下来呢 就是锻炼 我现在带一个apple watch 你们能看到吧 这个其实是我买的一个就是保险 这个保险就是运动的话可以积分 积分的话可以降保费 所以我就带了一个apple watch 来track我这个 嗯 运动的卡路里嘛 也是嗯 我自己觉得比较好的 我现在一星期基本运动四次 如果理想来说 嗯 会运动到六到七次 主要是看我自己的状态 嗯 如果我快来姨妈的这个星期 就是我下个星期要来姨妈了 我这个星期就会比较累 所以我这个星期目前只运动了四次 但今天是周天 我决定一定要运动 如果今天运动的话 我就运动五次 但是我就是刚来完姨妈那两个星期 我会每天都运动的 就是做帕美拉 帕美拉不是她有她自己的那个schedule吗 就是说每天做什么 我其实对自己还比较友好 我就会选 beginner friendly 或者是30 minutes 就是这两个里面我会穿插一些 或者follow某一个这样做 我呢是做有氧的话 我会特别特别累 做无氧我还可以 嗯 所以我做有氧的话 我不会做hit 我就顶多做做dance什么的 嗯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如果做有氧做太激烈的话 我会头疼 就是这个后面会很不舒服 我就觉得没必要 我也不是说要当健美冠军啥的 我就保持一个比较这个健康的生活状态就行了 而且还有这个就是我写字得到的一个经验 就是不管是健身还是你要养成的某一个习惯 并不是说你今天做了你就能立马瘦 或者今天写字了你字就能特别好看 而是一个这样长期的一个习惯 你可能今天做运动你做了个一分钟也好 但你今天运动了 你今天这个你就在你养成这个习惯的路上开始走了 但是你会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 哎呀我这一分钟写字 或者一分钟健身也没个什么卵用 那我就不做了 我觉得这个想法是不对的 我觉得你做了就比你没做强 这是我就是今年得了一个心得 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还有问到防晒 防晒我刚拿上来了 我最近很喜欢用这个 嗯就是这个 滋生糖的这个小白瓶 可能大家觉得已经不陌生了吧 但是我真的第一次用 我之前因为我是干皮嘛 之前大家都说啊这个是无忧版 我就觉得我是干皮 我用无忧版的会不会很干 我就一直没买 我就觉得它跟我没关系 所以当大家夸它的时候 我就自动屏蔽 但这次四分来不是打折吗 我就想说我之前用的防晒 我都用腻了 我就换一个吧 这个我很喜欢 就是出其不应的很喜欢 嗯这个味道呢是香的 可是是我喜欢那种香味 而且它很薄也不油 没有那么粘腻的感觉 上脸了之后的那种 沉膜的负担感没有那么重 因为我在图 我不记得我之前用过那一款 我涂上以后我这样 我一天都会觉得 哎呀我脸上有一层防晒 我今天晚上可别忘了洗 就一直会有这样的负担感 但是这个我就不会 嗯我给你们推荐这一款 就是自生堂的 下一个问题呢是说 嗯请问一番以后 准备在多伦多定居 还是有带宝宝回国的打算 如果回去的话 在哪个城市 说PS偷偷做了一段时间 小粉丝第一次留言 堂堂太可爱了 可以多多出镜吗 哈哈 谢谢 嗯首先回答你 就是说以后准不准备 回国 我们呢目前是没有回国的打算的 嗯首先第一个问题呢 是Jacky的原因 因为她11岁她就在加拿大带着了 到现在她在加拿大的时间 比她在国内的时间要长很多 嗯而且她是很内向的性格 我跟Jacky的性格非常不一样 嗯她是非常内向的性格 而且她不太会 搜手交主动交朋友那种 所以我觉得如果回国的话 她会很不适应 尤其是工作上会有些应酬什么的 她肯定搞不定 嗯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原因 因为我是一个 我想说我是一个比较容易被影响的人 被大环境影响的人 嗯尤其是虚荣心这方面 如果我现在的情况呢 我就可以很好的做自己 但是我个人感觉我不知道 我对国内的理解有没有偏差 毕竟我在国外生活 已经快快十年了 我不知道还是不是我自己想的那种 哈 因为我觉得国内的大环境 大家攀比会比较多 嗯会觉得啊你开什么车 你住什么房子 你用什么包 你的工作什么样 你的老公什么样 你的孩子去什么样的学校什么的 我觉得我很很容易被这些影响就是 变成他们其中的一分子 就不能保持初心 我觉得我是这样的人 我也不想拿我自己去做实验 看我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人 所以我还是挺享受 就是在加拿大这种比较轻松的 大家各自管各自的这种 然后大家也不就是不judge别人 不觉得说哎你看他怎么怎么样啊 你看就是没有很累 嗯我就是还觉得可能也是因为 我是个老人心态 就也不想太拼搏 我就觉得嗯我们一家三口 大家开开心心的生活就可以了 对这就是我为什么 嗯就是感情上面 为什么没有想回国 然后嗯就是嗯物质方面 因为我们的这些嗯主要的资产 房子我们都买在这边了 回国的话也没有人脉 嗯也没有就是嗯关系特别特别 嗯近的朋友在身边的话 我觉得嗯我可能就是没有勇气 再去交新的朋友啊 再去开拓自己的新生活 对所以我们就没有回国的打算 但是嗯能不能说就是完全不打算回国呢 我也不想说完全不打算回国 嗯可能要看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在未来 也许就回国了也说不定 对 然后如果回去的话去哪个城市 嗯我是比较喜欢成都 如果回去的话我可能会去成都 会去 对成都可能是第一个想回去的城市 对我很喜欢成都 Jacky也喜欢因为那好吃的很多 对嗯然后说糖糖太可爱可以多多出镜吗 嗯如果大家喜欢看糖糖的话 尽量会让糖糖多出镜 但是我自己作为家长吧 会害怕嗯让孩子小的时候多出镜 会不会就是不好 嗯因为我之前没有考虑过这些 我也是看了其他youtuber啊 或者是嗯那些就是blogger的instagram的时候 我才会有想嗯大家都基本上没有让孩子出镜啊 或者让少出镜 所以我就在想我老把糖糖放在视频里面 会不会嗯对他不好 或者说他不是真的想出镜 嗯所以我还在自己还在就是内心还在争论 到底说要不要多出镜 或者说要不要嗯不让他出镜什么的 所以我就想说那就不刻意吧 如果嗯他正好来了那就让他出镜 嗯如果他不想说啊我今天嗯不想让妈妈拍我 那我就不拍他 对嗯对希望大家理解吧 或者说大家对这方面有什么样的看法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讨论 其实关于这个我还是就是蛮纠结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在替他做选择 嗯下一个问题是问有了娃之后又上班 心态上有什么改变呀 哦心态改变真的是大大的 就是首先有了娃之后有一个心态改变 嗯现在又上班然后又有心态改变 但是同时又上班又有娃的时候 心态就是又有一个改变 就会觉得今年的自己跟去年的自己就完全不一样 心态上呢首先第一个改变 我觉得就是心态更平和了尤其是带娃这方面 嗯之前我因为我本来就是个急性子 我特别容易生气 但是对汤汤就是完全没有脾气 他有的时候会特别捣乱啊 故意干这样的事情破坏啊什么的 但是我就生气不了 我就指责不了他 因为我知道他不懂这些 他也不是说故意要气你什么 他只是觉得好玩 嗯我觉得这个心态改变就是特别重要 嗯因为我小时候吧 我就记得有的时候犯错什么 我妈会骂我然后会打我什么的 我就有一些难过 但我知道我妈也不是说她真的就是想要收拾我 她也是觉得可能自己压力也很大也很不开心 嗯我又不听话觉得没有体谅她什么的 嗯这个也没有什么对错 但是我觉得嗯从我看来我能更好的理解汤汤 我觉得我可以站在她的角度上看问题 不会觉得说嗯她是故意的啊还是什么的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工作这方面的事情 我觉得我不会打工作就是第一天开始吧 我就没有觉得说我挣钱我工作我辛苦是为了汤汤 但是我从小就会听我自己包括我身边很多朋友 他们都会说啊爸爸妈妈辛苦工作都是为了你 嗯怎么怎么样都是为了你 作为我我自己就有很大的一个压力 我就觉得说我是不是不应该吃这样的好东西 我是不是不应该怎么那样 因为我爸爸妈妈为了我很辛苦 嗯我就有很多的自责没有办法好好享受 嗯就是本来这样的好心情吧 但是嗯但我又理解 因为他们可能听到就我们父母那边听到的 又是他们父母带给他们的这些话 他们可能也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但我就是一个想的特别多的人 你们看了我之前的视频你没知道 我就是一个想的特别多的人 所以可能父母说的这些话 对他们自己就是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对我会有很大的影响 我就不想我的这样我说的话影响到堂堂 嗯我就从开始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做这个工作包括我怎么样辛苦 我晚上工作也好我周末工作也好 都是为了我自己 是我自己想要我的成就感 而且我也不会说我明知道我工作是为了我自己 可是我为了让堂堂感恩我 我来对他说哦你看妈妈是为了你 我觉得我不想这样子 嗯我也不想就是等以后比如说压力太大呀 或者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我会就是迁怒于堂堂 因为我会因为这种话说多了 自己就会相信说哦你工作 你辛苦工作都是为了孩子 你就会迁怒孩子觉得说你看吧 妈妈今天被谁谁谁欺负了 都是因为为了要给你挣钱干啥的 我觉得这样对孩子来说是不公平的 我为了避免自己会有这样的心态 我就从day one就告诉自己说我是为了我自己 对而且我觉得为了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就是说不出口的 因为我在成为妈妈之前我也还是我自己这个个体 说到个体的这个呢就要又说下一个话题 就是当妈妈有的时候真的感觉很招架不住的那种感觉 并不是说就是面对孩子招架不住 而是生活呀带孩子工作上等等这些琐事都涌向你的时候 你会觉得招架不住你会觉得我还有一个一个面对 嗯觉得哎呦受不了了那种 嗯我之前会内疚如果我遇到这种招架不住的事情 我去逃避的时候会有些内疚 我说的逃避就是比如说我坐在沙发上看会儿手机 或者说我躲在房间里面看会儿手机这样 我会内疚其实我在看手机的时候我会很内疚 我觉得我明明有这个事件我为什么没有去陪堂堂 但是现在我不会了我觉得嗯这些时间呢都是等于说给我充电 让我嗯情绪更平和的一个机会 我觉得我应该好好利用它 我觉得可能当妈妈就有很多这样内疚的嗯时刻吧 就会觉得嗯你可以做的更好 或者说嗯你可以怎么样能更好的陪伴你的孩子 但是你并没有就会内疚 可是自己又知道自己是真正需要这个独处的时间 所以我现在已经能比较好的也不是说我完全不内疚 因为能比较好的平衡 就是我在知道身体或者情绪 知道我现在需要休息的时候 我就会自己一个人 不管我干什么我就会自己一个人 而且那个时候我不会内疚 因为我告诉自己我就是需要这个时间 我就是需要这个时间 才能让我成为我想成为的更好的妈妈 对对就是这样嗯然后对这些都是 哇一年的心态真的很多的变化 嗯哦然后还有问到我说怎么样平衡工作和家庭 其实我现在还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 嗯因为我现在工作的时间也没有很久嘛 嗯可能长期来看才会有一个比较嗯完整的答案吧 现在呢我就是能做到的呢 就是只要堂堂需要我的时候 我都会尽量在嗯然后工作的时候呢 我就工作的时间我就工作 就是不想其他的事情就是完全工作 而且嗯只要堂堂是跟我妈在一起的 我就不用担心我就一门心思的工作 嗯而且就是以工作上面的事情为第一 首先就是因为我堂堂跟着我妈 我就不用担心堂堂这方面的事情 我就会工作第一嗯然后就是我在之前有说到的 就是周末不工作嗯就是完全陪堂堂 嗯对现在就是只有这些点点的经验 跟你小小分享一下 然后这个同学说嗯从去年怀孕的时候 就开始看我的运气vlog 从孕兔到生产每期都看好几遍 感觉很有帮助很有共鸣 现在他宝宝半岁了希望我能录一期 嗯说说带娃的心路历程 首先谢谢他看我这么多期视频 而且看很多遍你的宝宝半岁了 你现在应该也很累吧就是我觉得他在一岁之前 妈妈都会比较累嗯主要就是带娃身体 身体上的一些累啊而且还有就是刚当妈妈 这种心态上还有身体上一些接受 我觉得真的嗯宝宝一岁之前妈妈是最累的 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就是平衡嗯让自己就是 嗯比较开心的度过这段时间吧对嗯然后就是 就是说这个心路历程我前面有分享了一些 嗯看看大家还有没有就是就此有更多的问题 如果有更多的问题的话可以给我提问 我可以就是再录这么一期视频 然后其他的就是心路历程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 希望就是你喜欢 好了那我的问题就都回答完了 其实我每次嗯构思视频的这个嗯样子 并不是就是最后呈现给大家的 因为我每次构思的时候我想是就是录非常简洁的 就是大家提一句问题 嗯然后我回答一句就比较简短的 可是每次都是画牢都说成通篇的非典型性Q&A 我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想录简短的 真的就是因为现在可能跟大家嗯录视频的这个频率降低了 我就特别想就是每次抓紧一次机会来跟大家好好的就是交流一下 不是想说就让大家就看一期视频 我交了这个作业我就嗯完事了的这种 我就想说抓住机会跟大家交流 所以就不知不觉说很多嗯你们是喜欢看我这样画牢型的 还是比较喜欢那种简洁版的就是 一句话就告诉你答案的这种 也欢迎你们在嗯视频留言区给我留言 就是告诉我嗯我因为我每次录这个我心里其实很没有底 我怕大家觉得我又说好多 因为现在嗯更新视频的频率确实没有办法保证嗯多长时间更新一次 我只是说如果我就正好有个空我也有想录的话题 我就跟大家好好就是录一下对 希望大家也不要厌倦然后也不要嗯就是觉得说我完全不管我的视频频道 也不是只不过现在没有之前那么多的心力来管这个 可是不代表说我不喜欢他了我要放弃他了也不是 对嗯就是不管大家有什么任何想说的建议或者是说 嗯任何的对想说的都请大家在留言区给我留言 然后我平时也会上instagram或者说微博看一看 只不过我不怎么发 哈哈哈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我有的时候发想发一个东西 可是我想了想嗯有点矫情怪怪的 然后就就删了不发 所以我更多的是上去看别人的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真真就到这里 这个画老要闭嘴了嗯如果你们喜欢这些视频的话 就欢迎你给我嗯点赞 嗯或者说给我留言告诉我都可以嗯对那这些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啦 还没走的来看看汤汤吧 汤汤竟然没有打扮 我们就穿着家里有的衣服 没有想过要上去 汤汤 汤汤 你带来扎扎手吗 扎扎手吗 我怎么闻到个爸爸味儿 汤汤 你是不是拉臭臭了 是不是拉臭臭了 你肯定拉臭臭了 你给大家飞吻一个 飞吻一个 但是你真的好臭啊宝宝 爸爸 爸爸在哪儿 妈妈呢 妈妈在这儿 汤汤呢 汤汤在这儿 汤汤在那儿 在那儿 妈妈 妈妈 爸爸呢 外婆呢 外婆呢 外婆在哪儿 外婆在哪儿 在哪儿 在哪儿 阿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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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汤还不会叫外婆 所以叫阿博 爸阻止你了 好了你说我们下去洗屁屁了 车车 车车在哪儿 看到我水杯了 还看到 看到车车了 看到车车 更喜欢车车 开车车去了 妈妈 妈妈看见了 你来招招手再见好不好 再见了 你过来再见了 你到妈妈妈推在这儿 再见了咋再见了 哦 再见了 那拜拜了 说拜拜了 拜拜了 拜拜了 哦 拜拜了 乖了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见